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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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那么多年 只能保持自己的温饱 看到说政府有这样的房租补助津贴这个事情 所以就想说 我这个房子既然空着 又可以煮给人家 自己也可以补贴家用 然后也可以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我这个房客呢 他是一个先生已经过世20多年的人 又在卖槟榔 但是在他的心里面 他也很愿意去帮助别人 所以他去领养了一位高中生 来当他的儿子 因为这个高中生他也是私亲的人 他是这样经济绝技的人 但是他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房子租给他 我就主动的帮他们去向政府申请 房屋补助津贴这件事 不只是帮助了我 也帮助了他 让我们这个互赢 在过去房东都不愿意曝光 尤其怕这个被追税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 这样的补助的减免的方式呢 让你的租税呢 都得到一些免除的一些规定 那也希望房东呢 就在这个时候 也踊跃地把可以出租的这个房子 提供出来 不只是增加自己的一点收入 也帮助了我们很多社会上面 需要找房子的这个朋友 尤其是我很多经济社会弱势的部分呢 他们也会很感激我们房东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